在国外做社交推广效果,最好的非Fastbook莫属 它不仅能推广独立战盒第三方店铺 还能推广自己的APP 并且能非常准确地根据客户的性别、年龄、地区、爱好等来做精准推送 在国外做社交推广效果,最好的非Fastbook莫属 它不仅能推广独立战盒第三方店铺 还能推广自己的APP 并且能非常准确地根据客户的性别、年龄、地区、爱好等来做精准推送 正是因为它的这些优势 做跨境的朋友都乐于使用它来引流 那么Fastbook引流的方法和操作技巧都有哪些呢? 据了解,目前Fastbook的用户数量接近14亿 全球互联网用户有47%使用Fastbook Fastbook上每天产生的赞为45亿个 并且美国人每天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总时间为40分钟 其中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移动端完成的 1.Fastbook主页 Fastbook主页的建立其实并没有预想中的简单 在建立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一些内容 1.当你建主页的时候 首先要明确主页的目的是什么? 是宣传企业宣传店铺还是宣传产品? 是想与粉丝互动还是想吸引新的粉丝? 2.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先强清楚 再去创建主页 2.接着就是内容 在建立Fastbook粉丝页的时候 我们要先明确自己有没有内容 你的内容能不能吸引粉丝? 我们必须要知道内容才是网道 另外,内容也有多种表现方式 如组合图片、视频等 3.另外还要增加粉丝的参与感 多发起活动投票等